你的牙齒有個痛的 住代表你的牙齒有個住的牙 找代表你的牙齒有痛的牙齒有個被找到 解決嗎? OK 那這個符號代表沒有 NUT就是NUT NUT就是NUT 譬如說這個是有住牙 那這個符號就是NUT NUT就是NUT 這個是有找到 那這個就是NUT 有找到NUT 有後NUT 好 解決嗎? 好 那 這個 這個其實各位有學過真詞表嗎? 好 數位邏輯裡面 有學過被擋掉 有學過被擋掉 好 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另外一種寫法 好 我就再寫一遍了 好 好 我們來寫真詞獎 好 我們來寫真詞獎 OK 這個我們用S代表 用Y代表 用V代表 好 比如說 S代表 住牙或沒住 這件事情 那 Y代表 痛或不痛 這件事情 Z代表 有沒有找到你的痛牙 破壞 就有找到鳳梁 沒找到鳳梁 這件事情 好 那 這三件事情 應該是牙醫不關心的事情 對不對 OK 那 P O FYE 就代表說 這一個情況出現了幾率 好 問題是這個情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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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有吧 那 但是數位邏輯的這個表 這裡要點什麼 點輸出 點輸出入 那輸出入會是什麼東西 000 然後有點類似 輸出入一定是01 對不對 不然就是一串的01 對不對 就是 5 對 就是這裡 數位邏輯的時候 一定會這樣子 就是說 一定會這樣子 就是特定的數 數位邏輯的時候 如果我這樣寫 然後你用卡諾輔畫出來 就知道說 哦 原來這個 我這裡不會寫F 數位邏輯的時候 不會寫P 一定是寫F 對不對 好 那寫F的時候 最後你會發現說 卡諾輔畫解出來幾率 那就是這樣 好 於是呢 這一個 FYE FYE 就等於 FYE 最後畫解的結果 就這樣 所以 其他兩條 根本就是沒有用 那 數位邏輯的卡諾很快 那但是現在我們不是數位邏輯 是基率統計 所以 這裡 不會是0 那不會是0 看1 基率統計的世界 是樣子空間 但是問題是 它最後的那個值 是一個時數 是一個時數 而且是一個介於0到1之間的時數 這代表它的機率 所以 這邊的這個 TSYC 就是 這一個例子的機率 這個狀況的機率 那這個狀況的機率 我們稍微來對照一下 因為這個是我從那個 人工智慧的經典教科書 抄出來 那所以這一堆一堆要填進去 請各位幫忙找一下怎麼填到 第一個 這個 這邊 等一下 助我們用的是 代表 所以助這個 就是 S等於 S等於 E 先 助的話 就是S等於 他不助的話 就是S等於 那 痛的話 就是Y等於 Y等於E 他不痛的話 就是Y等於E 他找的話 就是 Z等於E 找到 那 沒找到就是 Z等於E 了解嗎 那 這八格 應該要對應到這八格 哪一個要填在哪一個 Z等於E Z等於E 我們先看一下 助找 這個 這一個應該是助找痛 對不對 所以 助找痛 助找痛應該是這個 那 OK 那再來這一個呢 是 助 不找 透 好 助 不找 透 來就是助好 不找 助透不找 那這一個是0.012 OK嗎 可以知道我為什麼叫寫 這一個是不住早和痛 不住早和痛 不住這邊應該是0 早和痛 所以這一個應該是0.06 各位會覺得啊 混亂 反正你就把它填 仔細用你的邏輯思考把它填進去就對了 那這一格呢 是不住但是不長 不住不長分證後 不住不住不長不痛 所以這個住也不錯 那接下來這一個是住早 但是不痛 住早不痛 邊住然後呢 早 住早 不痛 所以這一個住早不痛是0.07 有啊 住牙很多時候不痛啊 你自己想想看你是不是每次住牙馬上就痛 不是啊 我兒子知道住了會爛掉了 最後都已經住到神經了他才會痛啊 不住到神經他不會痛啊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看路到哪一個 1.08 這是住不長不痛 住不長不痛 所以應該是這一個 1.08 好 再來這邊 嗯 不住 找 而是不透 先看最後一條 不住不長也不透 住不長也不透 0.57 那另外一個應該就是0.57 那另外一個應該就是0.57 好 那要配起來吧 好 請保 這個抄起來 那這個接引也抄起來 那你可以檢查一下我有沒有對錯 好不好對錯 好 接下來恩里來了 恩里來了 我們想 這是 這個怎麼講就是說 我們剛剛從剛剛看到現在其實我們一直還沒有 還沒有看過兩個變數以上 但是我們已經把集合論的部分都看完了 其實集合論本身就沒有規定到底是一個變數還兩個變數 而是用集合的概念影響 那 接下來呢 為了 為了要講清楚這一題 所以 我們必須要開始先請你把課本第三章翻出來 那 把這個翻出來 你一邊翻 我們一邊講 你就會一邊可以想說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 最後 我們應該怎麼要用這個配置 而且 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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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要講到 第五章 因為第五章的聯合分配 才有這種三個變數的情況 OK 那 看看 好 這一題請你先抄起來 那 怎麼講 我覺得我們先不要 不急著講課本 因為 因為那些概念沒有 其實你還是可以做這一題 只是說 只是說 你把集合的概念 變成三個變數 0.00 0.1 0.1.0.0 所形成的那個集合 好 所以現在這個集合有幾個元素 對不對 這個集合有八個元素 對不對 所以你完全用集合的概念 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不需要 課本裡面的 多變數的那個 激烈力度 那些東西 那完全用集合的概念來講 就好了 所以這個集合有八個元素 分別是 從0.0.0到1.8個 好 那 我想請各位 請問各位 這個B 0.0.1 是多少 好 這是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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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多少 各位應該從最右條件 我們可以查吧 1000分 就是 0.1.0 這個瓦克蘭 0.0.0.64 那如果我們跟你說 P 我們0.1.0從這裡找 會不會找不出來 找不出來 有沒有 這裡有寫0 有沒有 S等於0 好 1 Y等於1 Y等於1應該在這裡 所以應該在這一塊裡面 應該在這兩個裡面 這兩個裡面 那到底是哪個 0 1 0 G等於0 所以是0.6 可以搞不好 這只是一個比較 比較 怎麼講 簡潔 壓縮得很緊的寫法 但是這個其實是一個 比較正規的系統性寫法 OK 那 這樣的寫法 你可以寫 任意義的變數 都沒問題 只是會變得很長 那這種寫法呢 你就多大概 只能寫三個 你寫四個 你就搞不清楚 要塞巴黎 對不對 好 那P 6.0.1.0到底是指什麼意義啊 這個是S 這個是Y 這個是Z S代表的是有沒有住 那0的意思代表是沒住 那Y呢 是有沒有痛 那 E的意思代表是有痛 那Z呢 是有沒有找到 那0的意思是代表沒找到 所以它的意思應該是 6.0.1.0.704 1 沒住 有痛 而且沒找到 有找到 對不對 6.0.1.0.704 就是沒住 有痛 但是沒找到 那這個情況是你想要的嗎 這個情況是我最你想要的 對不對 沒住牙 我 沒有住牙 但是我有痛 然後呢 我去醫生那邊 我怎麼找都找不出來 因為你沒住牙 他也不知道從哪裡找 找起 他也就痛了 一直痛一直痛 然後沒有任何人可以幫你解決 那麼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個不是 不是一個好的case 那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種 來代表機率 機率可以代表 真實的世界的事情 你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 對病者我覺得還不錯 牙醫所面臨的 一些 一些困境 他病人面臨的困境 好 那 現在 來了一個問題 請問 B 沒住是多少 沒有住牙本 的機率是多少 沒有住牙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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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從這個證字表裡面 就得很容易慢出軟 對不對 沒有住牙就是住等於零 住等於零的機率 就是把這些加起來 對不對 你把它加起來 就是沒住牙的機率 OK嗎 可以 所以 沒住牙的機率 不困難 沒住牙的機率 那 我們有 席牙的 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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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接下來 好 來 接下來 這裡 有 可以 用到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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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們還要用力量 請問B of 沒套 也就是B of Y 的名字是多少 回去你把它算出來 而且過程要寫的嗎 不是只寫答案 過程要寫 誰加誰加誰加誰 照理講應該是有四個強項對不對 剛剛我們也是四個強項嘛對不對 B of 沒套就是四個強項 所以B of 沒套應該也是四個強項 那是誰加誰加誰加誰 你要寫出來 然後把那個算式儘可能寫清楚一點 一樣上傳到社團裡面 所以B of 沒套多少 OK嗎OK嗎 有沒有問題 因為說我不知道怎麼寫 然後但是我很專心聽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寫 好沒有的話呢 再出下一步 B of 沒套 找到多麼 B of 沒套 等於多少 這時候我就不再告訴你 到底是Y等於什麼 S等於什麼 S等於什麼 因為你 紅字來源裡面應該可以解讀出 它到底是S等於什麼 A等於什麼 A等於什麼 E等於什麼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是多少 請你寫出 它的過程和結果 過程更詳細也好 好 暫時現在 先休息一下 B of 沒套 B of 沒套 VB 中文字幕提供 餅乾 可以是一樣的 還有大部分 所以身體安靜是一樣的 我們都把它當作平衡 然後全家都做 那些都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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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一下 我和某些都可以做 畫質 如何 答案 要求 我們有一個特徵的 很想要來 我不知道 我們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你自有做 有做但是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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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